火箭16人阵容仍有变化,两天之内才掉一人,在才之人可能不会离队NBA新赛季,的常规赛节目正是在10月17号进行,不过火箭队在当天并没有比赛任务,他们的常规赛首场比赛将会在10月18号进行,对手则是新奥尔良奇湖队, 北京时间10月18号上午8点,火箭队正在主场迎战来挑战的提湖队,从两队的实力上看,失去了考显斯的提湖队,虽然有安东尼大维斯坐镇,可是比起火箭队来他们在实力上还差得远,所以火箭队使得开门红应该不成问题,再加上又是主场作战,火箭队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不过在常规赛开始前两天时间里,火箭队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就是他们的阵容球人人数,昨天火箭队已经开始了残人行动,巴提前夫卡波克洛,三位后卫桑普森,邦德,罗德里格兹都成为了被裁员的对象, 其实这对于火箭队来说,虽然少了四人助阵,可是球队的阵容精进,之后战斗力反而增加了,但是NBA的规定是,新赛季每只球队的球员人数上只有15人, 也就是说目前拥有16人阵容的修斯多火箭队,还需要在两天之内再选择一名球员,作为裁员的对象, 现在的阵容看来,首发五湖已经基本上没有疑问了,保罗,哈根,扎姆斯,扎尼斯,PJ塔克再加上卡佩拉, 这是首发五人组,安东尼可能也会打破他一直以来连续首发的记录,不过为了新赛季火箭队的战术和球队的战绩, 安东尼大概也管不了这个虚无的记录了,那么剩下的火箭队11人里将有一些轮换球员, 麦陈威,葛登,安东尼,杰拉德格林,以上四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火箭队新赛季的主要轮换人选, 克里斯,克拉克,哈尔腾施泰因,也会成为被选,不过他们在队中的地位肯定是不如上面说的几位轮换球员, 最让人遗憾的是周琪,内内和耐特,他们三人水力不错,可是一直以来的伤病,让他们在季前赛里几乎没有亮相过, 三人里也只有周琪在季前赛和上海的比赛里打了三分钟时间,耐特与内内从来没有在新赛季出场过, 从季前赛的表现来看,火箭队可能会在加里克拉克和文森特爱德华兹二人中选择一人作为被裁员的对象, 不过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是,NBA可以允许在15人之外,拥有两个双向合同球员, 如果他们二人中的一人被裁掉,那很可能也不会离开火箭队,火箭队有可能会用一份新的双向合同与被裁员之人签约, 这对于火箭队新赛季的阵容补充是一个好消息,毕竟火箭队前锋线上实力应该是几个位置里最弱的, PJ卡克和安东尼越打越靠里,三号位只有一个温尼斯,完全不够用, 所以不管是格拉克还是爱德华兹,他们都会是三号位上的记号补充, 一旦火箭队需要人手,完全可以把他们重发, 战联盟挑回来参加一线队的比赛,可谓一举两得。 有点免购,可谓一举三的阶段